第八十一章一同离去,渠道与沈慕厮杀着,他听见场外摇摇传来的声音,心中微灵。但等他一看见奔过来的道徒之后,心底里确实立刻惊喜起来。因为来人的面孔,许道颇为熟悉,但还有人比许道更加惊喜的,沈慕此人听见有道徒赶来,他哈哈大笑着说,道友来得正好,快快与我起手降妖。 只见奔来的人不是其他,正是游冰道徒。他跨坐着一匹芝麻,身凉苗条,黑发向后四散着,颇具阴气。 取道望见游冰的身影,继续不动声色地和沈慕缠斗,同时手上的动作更加急促,似乎显得心急起来。 沈慕察觉到此一幕,立刻张口呼道,道友瞧见虫群中的小袋子眉,快将此物打落下来。 这时游冰感到,他骑在芝麻上,仰头看着半空中嗡嗡飞舞的虫群,目中逆色连连,同时口中也隐声。 结,多个帮手又如何?取道操控着皮肤,嗡嗡出声,他当即打出一道乌光,狠狠地往沈慕肉身割去。 沈慕瞧见,此人当即怒喝一声,身上红光翻腾着,竟然并未躲避许道的法术,而是硬抗下来,他扑入虫群中,企图打杀许道附体的蛊虫。 见此一幕,许道心神微紧,意识到这是因为他屡次使用法术,附身的皮肤已经被沈慕从虫群中分辨出来。 好在他及时令其余的皮肤拼死抵抗,这才让附体的皮肤从沈慕手下逃脱一命。 沈慕眼见自己占据上风,举动更加肆意起来,他浑然不顾及自己的法力,归动拳头,气血蒸腾,只想立刻将许道击毙。 与此同时,参与争斗的游冰也开始出手,他张手就打出一道寒芒,激射向虫群,似乎企图如沈慕提醒的一般,要打下虫群中的储物袋。 但不知为什么,一连两三次,游冰的出手都落空,未能击中皮肤虫群中的储物袋。 不等他着急,一旁主动冲入虫群,正在和许道缠斗的沈慕就心急起来。 此人在脑中计较一番,吐得喝道,道有注意。 准备出手,好,游冰听见,立刻回答,只见沈慕站立在虫群中,吐得停住动作,他大口大口呼吸起来,一连鼓动三次肺腑,最后呼吸忧长且深,然后身上的气血涌动,抖得吼出。 呆,声音如像吼,惊天动地,一阵音让翻滚,自沈慕的肉身激荡开来,瞬间波及四周的皮肤。 潘腹在此人身上的百诗来指皮肤齐齐被震死。 半空中的皮肤也一时陷入晕眩之中,抓紧机会,沈慕昭示使出,又当即喝道,驾在这时,游冰也做好了准备,他手中三道幽蓝色的冰锥已经凝聚而出,对准了场上,搜得便甩了出去。 卡卡卡,冰锥正中目标,但目标却并不是储物袋,也不是许道俯身的皮肤,而是沈慕的肉身。 沈慕在使出向侯法术后,法力还没回转过来,他一时便未能做出反应,正正好的被三道冰锥击中了身体。 即便他修行的是五道,且修为时中期,皮膜锻炼完成,肌肉也锤炼得差不多,但依旧还是被游冰的法术打中肉身,刺破血肉。 并且游冰的法术不仅具有穿词功效,一落在沈慕肉身上,还迅速变作一团雾气,包裹住沈慕,令其如坠寒叫,身子僵硬不能动弹。 沈慕眼中露出惊恶之色,他勉强转头望向旁边的游冰,师生惊叫道,道有害我。 可这时,许道的声音在场上响起,害的就是你。 呜呜,许道直接甩出一道乌光,施展出五毒露妖术,继续痛击沈慕,骤然击破了对方最后一层护体灵光。 随即又有大骨皮肤迅速攀爬上沈慕的肉身,将其裹成了一个蚁人。 啊啊啊,现场立刻响起沈慕的惨叫声,皮肤附在沈慕身上,拼死的啃尸起对方肉身,并企图从血肉中钻入, 然后结果掉沈慕的性命。 一时间,大局顿定,沈慕的护体法术被击溃,肉身皮膜也被打穿,还遭受着骨虫的撕咬,即便他修行的是五道,也没有办法再逆转局势。 剑长惨叫连连,沈慕痛呼着,等到他能够动作,立刻又满地打滚起来,企图将身上的皮肤驱走。 沈慕用手指抓着面孔,将面部抓出血来,口中痛呼,救命救命。 道有饶命,这时半空中的皮肤凝聚出身影,低头看向他,口中指示道,锅躁。 话声一落,皮肤再度扑上,压住了对方的挣扎。 但就在这刹那,沈慕睁眼看清了皮肤心凝聚出身形,他目中难以置信,惊叫出声。 是你,为等沈慕再多说一个字,嗡嗡,皮肤聚拢,瞬间遍布沈慕的全身,令他口中只是发出啊啊的惨叫声。 而这时,空中有皮肤巨线的身影,望着游冰道图,躬身做了一衣。 见过游冰道友,此时许道以自己的本来面貌现身,出现在了游冰的身前。 游冰依着纸马,他抬头望着许道的身形,口中一时无言。 话说游冰的面色虽然未变,但眼中的神色变化着,显然是见到许道之后,内心颇不平静。 见过道友,游冰最后也只打了个击手,说出和许道类似的话来。 正当两人想要寒暄一下,拉近拉近关系时,远处凸得一阵火起,有呼喊声摇摇传来。 快,快,在那边,简然是白骨官的其他道徒发现了动静,正在马不停蹄地赶过来。 只是不知对方究竟是前来去邀除轨,还是准备来抓获许道的。 不过无论是两种情况中的哪一个,许道都得赶紧出阵,以免被对方再次堵住。 如今他皮肤折损一万多,勉强还剩下三万,且个个气息奄奄的,就连许道自己也是法力消耗大半,手中又无浮浅补充, 实在不是争斗的好状态。 德赶紧离去,许道站在半空中,望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心中暗道。 不过他却是不准被一个人离开此地了,许道将皮肤一散,哭得飞临游冰身旁,随即游冰就听见他的笑说, 此地不宜久留,道有可愿与我先行离开。 话说完,未等游冰作答,许道的皮肤便落在对方的纸马上,牵动起纸马,推着对方往营地外奔去。 游冰听见后,目中虽然诧异,但也只是略微犹豫了一下,就顺从地主动驾驭起了纸马。 两人瞬间跨越石墙,从阵法的漏洞处离开,消失在了原地。 莎莎,才余的皮肤也化作一小股乌云沸腾而起,连忙涌到阵法之外。 等到其他的道徒赶到现场时,地面狼藉,只有沈墓的尸体羊躺在地,其不甘地望着天,面目全非。 第八十二章绕床梦青梅,打杀完沈墓,许道裹着游冰,两人有惊无险地离开了白骨关营地,并没有被其他道徒追上。 这因是银中白骨关的道徒上在亲里亲入的妖鬼,被牵扯了精力,同时也不知小许道卷走了营地的浮潜。 以上两个因素要是少上任何一种,许道多半都还会被追杀。 夜色浓黑,黑山的夜晚连星光也没有,偶能看见的光点全都是惨绿的鬼火,星红的妖目。 同时夜色缕缕有黑影闪烁,怪声传来,离开营地之后,游冰明显地露出了警惕之色,面色又凛然。 但并非是对许道的,而是身子也紧绷着,随时准备应对四周会扑出的妖鬼。 这时在失业里出行的妖物太多,营地外颇是危险,特别是对于练气前妻的道徒来说,一个不小心便可能惨死在妖鬼手下,由不得人不警惕。 游冰此行敢听从许道的话,直接离开营地,与他本人而言已经是冒着极大风险。 这也令许道对游冰的信任度提升不少,再加上对方刚刚还帮助过他打杀沈木,许道心中的一个想法已经成形。 投桃报李,既然对方敢大胆地相信他,跟着他出营,他自然也敢带着对方回到洞府,以洞府庇护对方。 一路上,许道因为带着一个人,且刚和人争斗过,他领着路险的有些小心翼翼,并未肆意地张狂,生怕惹来妖物,闹出多余的事情。 因此他没怎么和游冰搭话,只是偶尔交代一下附近的情况,然后就将注意力大多用在了赶路上。 此举并没有让游冰感到不适,反倒还让他心中安定很多,同样也默默不语地跟随着赶路。 小半夜的功夫,两人跨越了十几座山头,横穿不少妖鬼领地,终于来到许道挖住洞府的地界。 当一块平平无奇的小山头出现在两人眼中,三万只皮肤的速度都降低下来,从群当中传出声音,到地方了。 随即,皮肤群就轰然散落,条颇大雨一般掉到地上,转眼见就消失不见,只剩游冰一人。 游冰面色微正,但他依着对许道的些许信任,并没有露出巨色,只是打亮着附近,眼里露出思索之色。 不多时,山坡上一块巨石挪洞,浓黑的夜色中忽然有光明出现。 一道身影自山洞中走出,手里托着一枚婴儿拳头大小的夜明珠,浑身战战生辉。 此人夺步走向游冰,羞身尝力,笑盈盈地打了个鸡手,说。 游冰道友,好久不见,此人正是许道,游冰骑在纸马上,他睁睁地望着许道,两眼凝视许久,似乎是在辨认许道的面孔。 与之前借助皮肤显形不同,许道此时是肉身走出,落落大方地出现在他跟前,顿时令游冰除却惊喜感觉之外,更生出一股亲近之感。 被许道同样凝视着,游冰浅浅地低了下头,他并未出生,准备从纸马上翻下和许道见礼。 但许道走上前,制止了他的动作,许道自然地伸手抓住纸马缰绳,信口胡周道,狼骑竹马来,绕床弄青眉。 解让贫道替你牵满引路,入府中歇息。 女郎也是郎,特别是对于修道之人而言,男女有别而无妨。 许道胡乱引用着诗句,并没有自我亲贱的意思,只是想和对方打去。 不过此事是圣唐时期李建仙所著,诗中写的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但细细一揪,许道路官时才十二、三岁,游冰也是差不多,两人相识多年,勉强可以算作是有时就有。 此番近三年不见,许道开口就隐隐透露出暧昧,顿时让游冰扶着纸马井,其自家的脖颈上升起了浅浅飞红,一时静不知该不该下马。 许道没有察觉到对方女儿家的心思,她只是献着殷勤,主动地牵动马匹往洞府走去。 游冰见词,口中准备的话也就继续淹在嗓子里,她扶着纸马,继续不坐一眼,端正地坐在马背上,任由许道牵着向内走去。 入了洞府之后,许道轻轻一掐发掘,堵住洞口的巨石就轰然合上,山坡又恢复到寻常的模样。 而在洞府之中,游冰呼地睁大了双目,其目中亮晶晶,一闪一闪。 只见洞府中漆黑,但随着两人的踏入,一点一点幽蓝色的微光在两人脚下出现,化作了一条光路,延伸向洞府的深处。 同时空中还有点点微光向尘埃一般浮沉,如有呼吸。 这是许道暗中驱使,令皮符门激荡起灵气,释放出冷光,如同萤火虫一般。 游冰睁眼看着深浅的一幕,其目中流转着星空,一时回不过神来。 取道的洞府不大,但也不小,且经过皮符门的扩建,府中虽然单调,但不局颇事归整。 他牵着游冰走到洞府的中央,挥手将月明珠镶嵌在洞府的顶部,柔柔的灰光顿时洒下,临在两人的肩上令两人肌肤的泛出月色的光芒。 道友亲临,性甚至哉,游冰听见声音,他一低头,立刻看见许道正笑盈盈地望着他,其一态之亲密,游冰至今未见过。 一时间,游冰目中微晃,下意识地就回道,见过道友。 取道,瞧见游冰的模样,取道笑着说,寒色简陋,但有家人在此,彭壁生辉。 挥手一招,四周悬浮的光点在他身边汇聚,凝结出了一只枝幽蓝色的荷花,栽种在两人锁灯石坛上,屋子摇曳。 取道又轻按游冰锁成纸马的额头,其法力运转,纸马疏忽地就便做成一道符路,掉落在地, 立刻焚烧殆尽,轻轻地牵着游冰,他顾头看着自家的洞府,开口说, 此地乃是我精心构建的洞府,外有蛊虫作为警戒,内有阵法隐蔽气息,安全可靠,游冰道由此次无需返回营地, 可直接在此地安生修炼,度过黑山之行,游冰听见许道说话,脑子尚且发猛, 他只知许道是在介绍自己的洞府,并没有听清。 游冰下意识地微低头,发出询问的轻咙声,呃。 可许道一听见,哭得就语气开心地说,善。 道友只管在府中歇息,频道定会保你安稳。 听见这话,游冰眼连一台,意识到许道是错认为他同意在洞府中住下,张开口便要讲清。 但口齿未章,游冰理智回归,又没有说出话来。 黑山中险恶,如今能有意安生之所,寻常道徒求之而不得。 毕竟大多数道徒进入此地,并未奢求生鲜果等物,只是想度过一劫而已。 不过立刻,游冰的头脑又陷入恍惚之中,口鼻中发出难的声。 狼军骑白马,颜色桃花红,借发在覆面,绕床弄青梅。 第八十三章生鲜果消息,取道引导游冰来到自家的洞府后,趁热打铁,直接贴身照顾起游冰,好生安慰了许久。 其间游冰也不知怎的回事,迷迷糊糊就被许道得逞了。 等到他再醒悟过来时,其事情已经不可挽回,只得含着羞愤的心情,半推半就的顺从了。 在一夜论道之后,两人的关系直接破冰,近三年不见的声色感也被抹去。 话说,许道原本只是想亲近一下对方,许许徒知的,并没有想要直接动手动脚。 因为他们虽然有三年的情意在,但三年是有十七人算不上亲近,解实际的亲密关系又只有一日。 不过美色当头,游冰又是一副润军采鞋的模样,许道即便是在脑中种下了数颗清新法术符种,他私存自己也是难以抵挡。 况且他压根就不需要抵挡,修行虽然是要克制情欲,但也不是要彻底地斩断根气。 再加上他还修行过金刚处法门,能定住心性,保住纯阳不污,毫无大碍。 更关键的,许道之所以想要快快找到游冰,本就是徒对方的身子。 左姓许道就顺遂自己的感觉,往念头通达的道路上狂奔而去。 好在他还算清醒,初时只是宽慰游冰,疏通疏通对方的身心,并未直接修炼掌心雷功法。 但等到身体力行的亲近之后,两人互相倾诉,愈发的暧昧,又各自说起在黑山中的经历,许道便拿出了在黑山中得到的武道功法。 这时游冰也已经从与他相见的欢喜中清醒过来,其人虽然依旧还眷恋着许道的温暖,但心性早已经恢复。 并且在经历过沦为杂役的魔力,又成长近三年时间之后,游冰相比于之前,更是一个合格的女贯。 其心气不减反增,道心更加坚毅,今夜只不过是遇见了许道,又恰好被许道抓住机会降服,这才露出了少有的女子姿态。 因此当许道一拿出的功法,游冰是先经后洗。 其经的是许道居然能拿出此种功法,有助机之效,难得可贵。 其的是许道居然连这等机缘都能与他说出,顿时令他心头一暖。 等到许道在暗示他一起练功时,游冰撬脸微红,不多时也就阴了下来。 于是二人互称道友,齐心协力地在洞府中练起功夫来。 遗憾的是,山中掌心因雷法终究是五道功法,游冰没有接触过类似的功法,处时他参悟不透彻,连门也入不了,只能咬着牙辅助许道练功。 等到许道意识到这点,开始精心指导游冰时,磨练上三四日,游冰也才能勉强地运转功法,稍微增一下肉身,得到点微末的好处罢了。 游冰因此便放下了心思,不再过多地在这门五道功法上面花费心力,全只当作适合许道的游戏,照顾照顾许道。 毕竟他没有秘宝,无法像许道一样迅速领悟真意,亏得门禁。 若是过多地去钻研五道功法,很可能反倒会耽搁他本身的仙道修行,得不偿失。 许道知晓他的这个决定,顿时对其办事钦佩,办事感激。 并非所有人都能如游冰这般有自知之明,见着可以助击的功法了,都还能认清自我,按捺住心思不为所获。 譬如此前在山洞中杀害秦郎的陌生女子,其修行的也是仙道,但多半不会似游冰这般明智,无法抵住诱惑。 这也让许道对游冰更上心了一些。 话说许道在进入洞府中后,有游冰在身旁,他自然是一边抓紧机会阴阳摩擦,另一边则是不断地采集摩擦生出的雷火之气,掠入阴神之中。 其修为也因此愈加的巩固,两人昏天黑地地站上三四日,许道就已经把根基打得扎实,使得阴神初步退阴化阳,不再惧怕日光。 同时他的掌心阴雷法也小成,短短三四日,居然就将自身皮膜锤炼了一番,还能拉雷火之气在身,勉强可以打出一道阴雷,能用之降伏鬼物。 至此一刻,许道对双修炼功的需求也就没有那么大,无需夜夜都纠缠游冰。 但他们依旧没有离开洞府半步,皆是由兵拿出了替许道练制好的养魂丸,由许道建议两人一起服用修行。 后又是养魂丸服用完毕,许道直接打开储物袋,从中取出两箱服钱,直接扔在身边,另由兵一同汲取服钱中的灵器,练化打凹尾法力。 如此一番功夫下来,其他人在黑山中打生打死,寻死密活,苦心搜刮灵雾。 取道则是安全地藏在洞府中,一边闭关修行,一边享受艳福,道衡再次不少。 借着养魂丸,他的道衡篡升到了十一年之多,且因为有双修升雷的功效,其真气也是凝实,火气尽消,根基一直都扎实。 而游斌同样是得到了不少帮助,其道衡增长至三年,在同期的道徒中颇事难得。 这一日,两人在此双修完毕,各自盘坐着歇息打坐。 游斌望着身前的许道,目中闪过思索之色,似乎在琢磨什么。 而许道温养完真气后,也睁开眼睛,瞧上身前的女冠。 许道端详柱游斌脸上的神色,伸了个懒腰,呼出声,进入黑山已经22日,还有8日不到就要出山,也不知山中情况如何。 这些十日以来,许道既有家人相伴,能够双修炼功,又有丹药相助,可以增长阴神。 他闭关必得身心通态,乐不出洞府,乐不思白骨关。 因此他连阴神都没有出游过,比起之前独自闭关,如今对外面的消息更加支支甚少。 但许道也并未在意这点,只是闲聊而已。 听见许道的感慨,游斌也出声和他谈论起来。 山中道徒的目光,恐怕都聚集在了生鲜果遗物上。 未得生鲜果的道徒们,多半都在漫山遍野的搜寻,企图尽快找到。 此时的黑山,比起之前更加危险。 许道文言,摸着自己的下巴,他没有在意游斌口中的危险,反倒是计较道,生鲜果难得,不若你我也去争夺争夺。 此话说出,游斌顿时沉默起来,但出乎许道意料的,游斌并非心生疑虑,不敢应生,而是略作沉吟过之后,吐得张口。 我知一生鲜果所在之处,此话一出,许道眼连顿跳,第八十四张火赤裂,听见游斌所说的话,许道心中一时出现怀疑的感觉,但游斌并非是会开玩笑打去的人。 于是他定住心神,没有出声,而是目光炯炯地盯着游斌,颇为期待。 若是游斌真的得到过一颗生鲜果,那两人可是赚大了。 被许道注视着,游斌微顿后有开口,说,落入黑山的头一日,平道偶然于一峡谷的隐秘处,窥见一婴儿形之物,其双拳大小,浑身轻盈盈的,灵机透彻,特别是此物洋气充盈,和山中的中物不同。 后入营地中听同门讲起,方才得知此物正是生鲜果。 游斌思存着,他虽然不知道生鲜果是由何物结出,甚至也不知道此物究竟是不是果实。 但进入黑山之后,游斌屡屡搜索阳性凌雾而没有得逞,深深知晓黑山之地是方诡欲,阳气无存。 游斌现在透露出的东西具备阳气,其与黑山中阴森森的环境相违背,却按何阴棘生阳的道理,反倒是可以证明此物多半就是生鲜果。 尖道修阴神,目的在于使自家的阴神不断退阴化阳。 生鲜果此物若是真能帮人助击,其必定是极具生机、灵气、阳性的物品。 游斌在心中琢磨着,稍微相信对方所说,不过他心中还是有个疑问,道有为何不直接摘下此物? 游斌出声问,游斌听见,轻轻摇了摇头,说,非是不愿,而是不能。 逢见此物时,我身在黑山深处,寺中危险重重,且那生鲜果旁边还有炼气后期的妖物看守,平道难以将生鲜果摘下,遂离去。 游斌望着许道,尽量的眸子中不起波澜,低声道,等加入白骨关的营地,营中的人与我无关,且此事重大,黑山中凶险,便一直未曾透露出此消息,也未离开过营地。 听见游斌此话,许道暗暗点头,生鲜果此物是关注机,对炼气道徒来说,特别是卡在炼气境界的后期道徒,属于不择手段也要得到的宝物。 做过一回,便要等待下一甲子,而炼气修为的道徒是没有几个甲子的。 游斌如果敢在白骨关的营地中透露消息,并会遭受各方的觊规,令其自身处在险境。 但他如今却又肯将此事和许道分享,不怕许道动了邪念,其信任的态度顿时令许道欣喜。 许道伸手捏住对方软软微凉的小手,温生说,道友无需担心,营中人不可为谋,但你我可以,贫道与你一同取了那生鲜果便是。 可,游冰望着许道的面旁,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应下。 这几日相处以来,两人先是加深了肌肤之亲,后又一同练功服药,消耗福钱。 其间许道还将营地中发生的事情说给游冰听,并且直接打开了储物袋,令游冰随意取用袋中的福钱。 投淘报里的,此种举动令游冰获利颇多,更令他内心温暖,因此比起之前也更加信任许道。 游冰主动说出生鲜果的消息后,两人的关系再度拉近。 稍加商讨,许道认为游冰见到的生鲜果虽然藏得隐秘,旁人很难寻见,但22天下来,此屋也有可能已经被人摘走。 若是还未被人摘走,随着离山日子的到来,其被发现的风险应该也越大,两人须得赶快过去摘下。 因此两人商量完毕,便各自在洞府中准备起来,其打坐的打坐,拣选蛊虫的拣选蛊虫。 等到准备妥当,他们便相对盘坐,双双顿出了阴神,往生鲜果所在之地奔去。 其中还出现了一点小波折,便是由兵记生道徒没几年,他只曾学过换养位的法术,却还没有换养上一只阴兽,阴神出游不稳妥。 因为黑山中妖鬼众多,远不似白骨关中安全。 道徒如果只是阴神出游,却没有身外化身作为依靠,其阴神极容易被妖鬼打伤,甚至是打死。 而若是阴神魂魄一死,即便道徒的肉身还在,此道徒也是已经死亡。 竟好许道经过思索后,他参考着白骨关中的乌鸦,选出一只皮肤将之灵质打伞。 如此一来,游宾的阴神勉强能藏身在皮肤体内,若是在外遇见了风险,有了皮肤作为缓冲,其阴神也可以及时返回肉身中活命。 只是这样一来,游宾因为没有学过古术,他无法操控皮肤微小的躯体,只能勉强藏身其中,好似一口活棺材一般。 但这也解决了最大的安全问题,可以让两人一同阴神出游。 在许道和游宾两人共同闭关修行的时间里面,黑山中的局势愈发紧张。 白骨关的营地先是遭受到沈牧等人的主动摧残,后因人手不足,营中残存的道徒连出营采药都不敢,只敢色缩在营地中,竭力自卫。 而在黑山的深处,更是每一日都有不少实力强劲的道徒生死,连魂魄都会被人收走。 随着生鲜果开始在黑山中出现,唯有一颗县势,都会掀起一阵腥风血雨,惨死不少的道徒。 就在许道两人决定出关的当天,便有一颗生鲜果因为出现的位置太过显眼,直接导致夜叉门、白骨关、射兆部族三股势力在山中碰撞。 这三股势力中因为夜叉门的道徒数目最多,变弃后期的道徒也最诡异,使得白骨关和射兆部族不得不联手抗击。 但即便如此,两门居然也是屡屡惨败于夜叉门之手。 某片丘陵中,方圆树里之内,地上都满是残缺的骸骨,空中也飞窜着猙獰丑恶的毒虫。 此时一个个高冒白衣的道徒灵星站在丘陵上,他们身边回旋环绕着一只又一只的鬼物,其中有长舌鬼、大头鬼、饿死鬼、溺死鬼。 这些白衣道徒都是夜叉门的弟子,他们行走在丘陵中,就仿佛是在现实游走的阴差,不断地驱使鬼物,不断地勾取魂魄。 道友饶命,孤得一声惊叫,地面拇指惨死的寿施中跳出来一道阴神。 此阴神所穿的道袍是白骨官样式,想来阴是白骨官中的道徒。 阴神想要逃走,但脚上却被细细的锁链缠绕,无法脱离寿施。 卡卡,有一个摇着铜铃的夜叉门第子走来,此人俯下身子,从寿施上轻轻摘下了一张灰白色的符咒。 白骨官道徒的阴神赫人就是被符咒中伸出的锁链缠绕着,设在了符咒上。 道友饶命,唯有福钱送上,阴神矫缠锁链,口中黄极呼喊,但夜叉门弟子瞧见,充耳不闻,其眼中只是露出贪婪的神色。 苍白的脸皮扯动,呼得将符咒塞进嘴巴里面,大口大口地咀嚼起来。 而被符咒烤住的阴神也一并塞进嘴巴中,只骗人一般翻动。 啊啊啊,阴神顿时惨叫连连,随着喉头一声咕噜响起,夜叉门弟子将口中符咒吐出,一道灰白色的身影呼得出现在他的身旁。 此身影通体灰白四指,唯有脸颊两侧化着腮红般的名装,不是虚影鬼物,半脚下轻飘飘的,能站在草根上面,指扎的一般。 而指人的面目,赫然就是刚才惨叫的白骨官道徒。 在这个夜叉门弟子的身后,如此的身影还有二十余指,各个轻飘飘的指壶一般,但气息都甚人,至少拥有炼气级别的鬼气。 丘陵上不时便有惊叫响起,我是社召六长老之子,饶我一命,我有。 啊啊,救命,莫闻道友救命。 旅有道徒因神门被逼出,然后像是藏城的麦子一般,被走来的夜叉门弟子哥哥争先收割,恋为鬼仆。 就在距离丘陵树离远的地方,由两股人马窥视着场上一幕,哥哥目光凛然,环流露出惊惧意味。 而许道和游宾准备妥当之后,当即就卷起所有炼气级别的皮肤,乌乌飞离了两人藏身的洞府。 此时炼气及皮肤的数目达到了十万之多,其中三万是许道带回洞府的,剩下的七万多,则是在两人闭关的时间中,由皮肤群自我成长得来。 这还是因为许道闭着关,无法帮他们寻找血时,否则炼气及皮肤的数目还会更多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在养出大批炼气级别的皮肤之后,许道发现炼气级别的皮肤越多,皮肤以往的修为也会因此增长得更快,进而能加速提升皮肤群的威力。 此时因为炼气级别的皮肤在无法继续成长之后,其会主动地在体内凝结出一种血色灵液,粘稠晶莹,类似蜂蜜一般,许道将其称之为血蜜血蜜者精纯至极,是皮肤们提炼血肉,灵气得来的灵液,有迅速增长蚁王腰气的效果,甚至能被许道服用。 蚁王几乎每时用一顿血蜜,其腰力都会立干剑影的增长一些,肌无瓶颈限制。 十天左右的功夫下来,南科皮肤蚁王体内的腰力已经是之前的三四倍,比许道的修为提升还要快。 而蚁王一成长,其余普通的炼气皮肤也就能打破瓶颈,继续的生长变强。 以如今的十万只皮肤,许道若是在和沈木做过,单靠皮肤群体,他最多消耗掉八千只皮肤,便可将沈木当场斩杀。 嗡嗡嗡,黑山中,十万炼气级别的皮肤腾飞在半空中,声势惊人即便是在黑夜,妖鬼遍地,依旧没有几只妖鬼赶上前招惹。 取道此行携带着储物带和玉钩,而尤冰附身的皮肤就趴在储物带上,静默着不动。 话说尤冰虽然难以操控皮肤动作,但他能及时地钻出阴神和许道沟通,用以指名道路。 长达三四个时辰的飞行,许道操控着蛊虫直接冲进了黑山的深处。 原本他还担心黑山深处的妖物会有些棘手,但等真的碰见几只,甚至是碰见一只炼气后期的妖物后,他心中的担忧瞬间消失。 若飞为了赶路,许道只需耗费上一两万皮肤,便可将练气后期的妖物也斩杀掉。 他因而继续地在黑山中横冲直撞,一路往尤冰指出的方向飞出。 其间摸索了几次道路,两人终于来到了尤冰遇见生仙果的峡谷。 尤冰的阴神从皮肤体内跳出,指着左边方向说,沿着此一线天继续向内航进,再从左侧崖壁肩穿行, 复行摆布,向上望后,可于一凹洞中间的了解。 取道裹挟着十万只皮肤,顿了顿,他先后派遣数次皮肤打头阵,然后便一头冲入了一线天中。 尤冰逝时地将阴神收回皮肤体内,以防止四周会有妖鬼出没。 摸索着在岩壁肩穿行,取道左右腾挪树下,崖壁中不断响起皮肤飞行产生的嗡嗡回声。 终于,他来到崖壁上部,空间变大,也发现了游冰口中的凹洞。 此洞挂在崖壁高处,顶上岩壁倾斜,遮挡住了天空,三面环石,可谓一处遮风挡雨的好地方。 而游冰之所以会发现此地,也是寻找藏身之所,偶然碰见的。 取道操控着皮肤飞临凹洞进处,立刻就看见了洞中一小巧的灵雾。 此灵雾浑身轻盈盈,宛如蜷缩着的婴儿孩童,高不过四五寸,但一眼望去,就令人感觉灵气盈然,非是俗物。 更奇特的是,此物如人呼吸一般,周身有灵气环绕,一吞一吐的,颇是神异。 取道凝视过去,立刻辨认出此物体内的灵气并非是阴性一类,而是生机勃勃,极具阳性的灵气,属于大捕之物。 以,端详者,许道呼地想起了自己炼化过的遗物,先天阴气。 先天阴气是和子母煞气半生而出,其气质柔,如孩童在母亲体内享受到的先天气息一般,生机丰富,灵性充沛,浮之不仅能增益到人的修为,甚至还能略微地提炼滋质。 而如今出现在许道眼前的这方灵物,赫然与先天阴气有些相似。 只是这生鲜果更加的醇厚,更加的灵动,也更加的惹人心动。 取道心中大喜,暗道,就算此物不是生鲜果,也是一方密宝了。 皮肤群中是实地响起了游冰的声音,此物有妖兽占据,小心。 取道听见,回道,无碍,他随即就点出一对皮肤,令其往生鲜果扑去。 曾,皮肤踩入生鲜果半丈,突有一道赤红色的细影闪过,几十只皮肤眨眼间就死亡,纷纷掉落在地。 嗯,瞧见这一幕,取道来了兴趣,他再度凝视过去,顿时发现生鲜果上出现了一条通体赤红色的长蛇, 对方盘踞在生鲜果之上,张开蛇口,两只尖牙对着皮肤裙不住的嘶吼。 辨认着,取道似乎认出了此物,口中略惊讶说。 火赤链,第85章德国,冲天清烟,火赤链此物是一种妖蛇,常生长于火毒之地,秉性阳刚。 其也可由寻常的赤链蛇生长得来,一旦得了妖气,就能口吐烈火,动如闪电,属于炼气级别的妖物。 取道之所以会对此蛇感到诧异,是因为黑山中的妖物大多是吃泪,鬼泪,阴血泪,而火赤链虽然也是妖物,但体内妖气并不阴血。 若是采集火赤链之血,还能用智慧制火法符咒,链制出阳性的丹丸。 要是在遇见游冰之前发现了此蛇,许到可以剥其皮,取其血,烹食浮之,同样能获得阳气,链入阴神中。 不过如今有游冰在身,他若是在缺乏阳气,只需与游冰熬战上几场,多采集些雷火之气便是,无需再对火赤链此蛇太过上心。 此蛇或许是因为生鲜果而出现的,取道心中暗自计较一番,但不管此蛇究竟从何而来,他的当务之急便是斩杀或是驱赶此蛇,将凹洞中的生鲜果采集得到。 此蛇,或吃链通体修长,一身蛇临红灰交错,好似探火一般。 他盘踞在凹洞中,用身子将生鲜果缠绕住,明显是将此物视作禁卵,丝毫不允许他人窥视。 取道辨认着此妖蛇的气息,果如游冰之前所谈论的,此蛇的妖气属于炼气后期的修为。 一旁的游冰忽然出生,疑,此妖的气息比之前要强横许多。 他语气均匀地说,刚入黑山时,这蛇妖虽然是炼气后期,但妖气才三丈多,可如今却是将近四丈。 这才二十几日啊,妖气是妖物气机的体现,和道人在施法时,其体内的真气流动,身上会不自觉释放出的灵光类似。 四丈妖气,就代表火吃链的妖力有四十年,近似于一味四十年道横的道徒。 但妖物终归是妖物,手段单一,其远不如道徒诡异,即便眼前妖蛇的修为是许道的近四倍,有法术和蛊虫在,许道也不虚他。 反倒是对方能在短短二十天内就增长近五年的道横,令许道和游冰浊时差异了一番。 它们都凝视着被火吃链缠绕的生鲜果,心中猜想多半就是这生鲜果带来的影响。 取道心头顿时火热,仅仅是守着这颗果实,就可以给这妖蛇增长将近五年的道横,若是吞浮下,又不知能增加多少年的道横。 嗡嗡,十万皮肤当即翻滚如动起来,哈哈哈哈,皮肤群中响起许道的声音,他笑着喝道,此物与我有缘,小蛇快快退去。 三,火吃链颇有灵智,也不知他是否能听懂许道喝出的话,但其黑红的蛇眸中分明闪过一丝鄙夷,身子在凹洞处摇摆不定,挑衅许道一般。 又由五股皮肤被许道派出,嗡嗡的自五方往火吃链扑杀而去。 卡卡啪啪,朝豆子式的声音瞬间响起,火吃链再次将铺上的皮肤全部打杀,其腰气蒸腾冲起,将身后的腰力彰显无疑。 但许道瞧见这一幕,心中毫无波澜,他只是担心眼前的妖蛇会如人一般藏桌,再次试探一番罢了。 既然对方确实只有四十年修为,那么其身为一只妖物,即便在有些审议,应该也无甚大碍,他可以尽管出手。 一张面孔自从群中凝结而出,许道目光冷澈的俯视底下妖蛇。 火吃链口吐蛇性,身子也顿住,他和许道隔空对视,眼中人性化地露出一丝凝重,并不断地嘶吼。 曾森森,皮肤虫群中响起一声猛哼,当即有大鼓大鼓的皮肤冲下,汗不畏死的攀附上火吃链的身子,并且企图将凹洞中的生鲜果摘取出来。 空,吐得一阵火起,红彤彤的烈焰从火吃链口中吐出,在半空中灼烧皮肤,使得现场出现阵阵烧焦的臭味。 并且火吃链突出的火焰居然能如游蛇一般,自行飞腾在空中杀虫。 此一幕就好似火吃链分化出了八道分身,连同他的本身一起,共有九条土火蛇腰和许道作对。 转眼间,便有千余皮肤已经残死在妖蛇的烈焰之下。 渠道瞧着,也是心神威宁,但他并未因此而担忧,反倒是驾驭着自家阴神附体的皮肤,将身边护卫自己的虫群也派出,然后自顾自斑说着。 有点意思,此蛇若是能够生擒,当是一上好的阴寿材料。 由冰镇心惊于火吃链的胸威,他听见许道的说法烧症,然后立刻惊叫出声,小心。 吃,吐得一声惊响,火吃链抖得从石壁上扑出,猛窜向皮肤群。 其赫然是听见了许道的声音,自从群中分辨出了许道附体的皮肤,便抖得从牙壁上跳出,企图将许道烧死。 火吃链动作之迅猛,尾巴一甩将其身的石壁都打烂。 而皮肤群的数量虽多,但个体终究微小,正形只好似宝纸一般,轻易就被火吃链捅破。 并且许道所在之处恰好空虚,身旁的其余皮肤都已经被他派出。 但火吃链扑来,许道却是不禁烦喜,他哈哈一笑,好个畜生,果真聪明。 就知道你会中招,取到阴神中的法力当即运转,呜呜,两道气静在他附身的皮肤身前形成, 一如长蛇一般扑向火吃链,并又有乌光被他吐出,疏忽就往火吃链打过去。 取道虽然是驾驭着皮肤,以虫裙作为主要的手段,但他擅长法术, 其附身所在的皮肤不仅不是虫裙的弱点,反而还是虫裙中的杀手锏。 呲,火吃链遭受法术的猛击,差点没反应过来,险些被打晕。 可即便如此,他身上的蛇鳞也是掉落不少,躯体上出现血迹。 但更令火吃链惊怒的是,他一离开崖壁凹洞,四周所有的蛊虫就都疯狂地涌动起来,瞬间将生鲜果围住。 取道之所以要故意卖出一个破绽,并非是想一招打死火吃链, 而是为了赚他离开崖壁,好夺取生鲜果。 若是蛇腰一直与生鲜果待在一块,取道还担心出手过重, 此蛇会破罐子破摔,直接吞吃或毁掉生鲜果。 呲呲,火吃链狂吐烈焰,借着火焰,他身形闪动, 竟然能在半空中腾挪游移,好似会飞一般。 此物想要返回石壁上,夺回自己的生鲜果, 但许道好不容易才赚他出来,自然不会再让他返回。 哭,大骨皮肤凝结,化作一只森白的大手,狠狠地抓向火吃链。 火吃链口中丝鸣声猛地响起,在皮肤化作的巨手中挣扎, 浑身看火一般,搅动出阵阵黑烟。 但皮肤汗不畏死,手尾相接,牢牢地将火吃链捆住, 并不断地撕咬火吃链身上的伤口。 与此同时,生鲜果已经被一股皮肤拖起, 许道转而不顾眼前的火吃链,而是直接飞过去, 使出摄物术,将生鲜果直接其拿到身旁。 果实轻盈盈的,晶盈剔透,好似上好的翡翠雕刻而成, 内里居然还有细小的脉络,遍布果实全身, 既像活人的经络,又像是树叶的脉络。 取道抓着生鲜果,心中惊喜, 它端详着眼前婴儿形状的果实, 早是一眼底下的凹洞,并没有在石壁上看见任何植物的根系或藤蔓。 这生鲜果就好似从石头中蹦出来的一般, 而不是由什么东西结出,不过此物灵气充沛, 生鸡勃勃,即便没有传言中铸鸡的功效, 也会是一方不可多得的大药,能极大的增进修为。 此前在郭氏祠堂中得到的先天阴气, 烈化后让我直接增长了八九年的道衡。 取道在心中估量道, 这生鲜果的灵基远比先天阴气要浓郁, 若是烈化,怕不是能直接增长三四十年的道衡。 又或者将这果实留着, 等到他自行修炼到炼气后期, 道衡达到五十年, 无法再寸进, 就可利用此果晋升助击。 意识到这点, 许道心神砰砰跳动, 而在许道惊喜时, 被皮肤制住的火吃链近乎癫狂般的挣扎, 他甚至以头咬破自己的尾肩, 主动流出蛇血, 然后含在口中, 猛地往许道喷来。 哭, 棍砸了吃链蛇血的烈焰, 颜色泛青, 利剑一般从生鲜果旁穿过。 利焰见识的速度迅猛且威力极大, 在皮肤裙中直接打出了一到二尺粗细的空隙来, 其间的皮肤结束被烧死。 利焰落在了盐壁上, 副石燃烧, 竟然将盐壁都烧出了寸许的坑洞。 取道见此一击, 心中也凛然, 若非他在惊喜之余还在警惕对方, 恐怕真有可能被对方打中。 游斌紧张地注视着场上争斗, 他看着许道屡屡有惊而无险, 心中的情绪起伏不定, 且滋味莫名。 仅仅两年多不见, 他就已经成为炼气中期的道徒, 并且手段多多。 游斌在联想起自己的修为, 即便是刚在洞府中和许道一起闭过关, 服用了养魂丸, 他的道横也才三年, 连殷兽都没有。 比起两年半之前, 许道出入恋气, 而他沦为杂役之时, 两人的差距似乎不减反增。 一时间, 游斌默然起来, 因尽十天和许道思谋过太多次数, 他突得回想起自己和许道的第一晚, 当日他以杂役之身侍奉, 心底里其实存在着不少修奋。 修奋于自己以色是人, 以身还债, 这两年半以来, 游斌一直刻苦地修行, 少理他事, 一方面是为了提升实力,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够追上许道。 他不为喜刷当夜的修奋, 只为让自己能一如到同时期, 可以继续地平视许道。 而如今他早已寄生为了道徒, 两人应是站在了同一层面, 他却又忽得意识到, 许道的修为已经高过他太多。 正当游斌沉浸在思绪中时, 许道出声, 令他惊醒过来。 该死, 游斌, 此物太过解傲, 只得斩杀了, 原来是火赤链吐出混杂精血的烈焰之后, 其又继续地咬下身上的鳞片, 拼死得吐向四周, 几席间就烧死掉三四千的皮肤。 许道见难以生擒对方, 便出声要直接打杀掉火赤链。 游斌文言, 记起许道刚刚说火赤链是一件上好的英兽材料, 他心间明白过来, 原来他说这话, 是想擒下此物, 送给我链做英兽吗? 游斌也不是会一味沉浸在思绪中的小家子女贯, 他当即出口, 还请道有速速斩杀。 许道和火赤链你来我往的, 互相斗得声微赫赫, 但动静也不小。 此地是黑山深处, 若是引来其他的妖鬼, 甚至是其他道徒, 那可就不好了。 善, 听见游斌的声音, 许道张口一呼, 他当即将生鲜果送走, 令皮肤带着此物飞离开, 然后自己驾驭着附体皮肤便扑入虫群中, 和鼓虫一同打杀其火赤链来。 妖蛇已经遍体鳞伤, 一只蛇眼都被许道用武毒禄妖术毒瞎了, 但狂性等凶, 和皮肤一般汉不畏死。 游道瞧见此目, 心中想道, 看走眼了, 原以为此物不会如其他妖鬼那般混恶, 但却没想到仅为争夺果实, 连性命都不顾。 妖物非人, 但亦有灵智, 火吃链不降也不逃, 披死也要从许道手中夺回生鲜果, 已经算是违背生灵本性。 游道只能认为此物终究是黑山中的妖物, 性子偏激, 须得速速斩杀。 杀杀, 妖蛇和皮肤缠斗在一起, 难分彼此, 不断有皮肤尸体和妖蛇的血肉, 鳞片掉下, 场面凄惨无比。 妖蛇窥见许道的契机降临, 感应到生死危机, 他没有退缩躲避, 反而是抬起蛇手, 张口蛇吻尖牙, 发出圣人的嘶吼声。 取道瞧见此目, 心中冷哼, 当即就是一道乌光混杂着气静打出, 往对方的蛇吻痛击而去。 空, 乌光和妖蛇吐出的火焰碰在一起, 发出碰撞声, 先飞了不少皮肤, 连囚禁住妖蛇的大骨皮肤也被震散。 取道心中微惊, 他当即提起真气, 要不惜法力地将对方打死。 曾森森, 蛇腰发出了骇人的叫声, 他谨慎的蛇眼中疯狂, 似乎要彻底地施展出搏命招数。 可火痴恋忘了许道阴神所在一眼, 又忘了眼生鲜果, 突得猛然掉头。 正当许道以为妖蛇要逃走时, 此物并没有离开, 反而是尖笑着, 一头撞向了崖壁, 啪得一下将自己撞得血肉弥烂, 一命嗡呼掉。 一摊血肉粘在崖壁上, 显得鲜红欲滴, 分外刺眼。 取道蒸蒸的乔卓眼前一幕, 这是, 这赤链蛇莫非比南科皮肤的蚁王还要刚烈。 他猜想得不错, 赤链蛇生性暴裂, 成蛇无法被人生为灵宠, 命死而无生。 只有未孵化的幼蛇才可以作为道人灵宠, 并且终身只会认一次主人。 但许道只猜中了一半, 当他惊恶于赤链蛇撞山而亡时, 却不知一道早已被赤链蛇分化出来的火蛇, 暗自扑向了生鲜果。 这火蛇纤细, 远不如之前的八道火蛇粗壮, 厉害, 直到非临生鲜果才引起许道的注意。 但拖住生鲜果的皮肤也并非死物, 主动就冲出一股, 扑灭了细小的火蛇。 等许道察觉到, 心中后怕是的惊讶起来, 但他一瞧细小的火蛇被轻易扑灭, 又疑惑火吃链究竟要作甚。 可是最后一丝不甘吗? 突得, 异象出现, 不是火吃链, 也不是有妖鬼袭来, 而是生鲜果物字的颤动起来。 整颗果石顶上的灵气蒸腾, 旋转而上, 形成了四雾四光的青烟。 甲骨中恰似燃起了一道狼烟, 灌石穿土, 青光蒸腾滚动着, 横垫在黑天中, 上冲数百丈之高。 此金烟醒目, 方圆十几里都可见, 取道和游冰仰头望天, 两人互相对视, 心中其其暗呼不好。 第八十六章不讲武德, 三足鬼火鸭。 金烟蒸腾, 如此异象出现在黑山中, 并会将方圆十几里的道徒都吸引过来。 这生鲜果出现, 居然还会有如此大的反应。 两人望着生鲜果释放出来的滚滚金烟, 心情都难堪起来。 取道望着牙壁上的那滩血肉, 心中更是一时后悔。 妖蛇一死, 生鲜果便出现此等异象, 此时多半和妖蛇脱不了干系。 不过眼下不是琢磨这点的时候, 他须得赶紧想办法压制住生鲜果的异象。 取道的阴神出现在半空中, 他心中一动, 当即就招来拖着储物袋的皮肤, 然后抓过储物袋, 将法力输进去。 秋的一声, 储物袋的口子便打开, 葫芦将生鲜果吞了进去。 乍时间, 原本蒸腾冲天的青烟斗地消失不见, 其总共只现身了两三夕的时间。 见此一幕, 许道和游冰的心神瞬间一松。 疑, 但许道突得发出惊讶声, 只见他的阴神低头, 看向被他捉住的遗物。 此物拇指大小, 通体赤红, 似乎是一颗红宝石。 其是从生鲜果上掉下的东西, 无法被收入储物袋中。 取道捏着此物, 略微一感应, 哭得在红宝石样的东西中感应到了勃勃生机。 看着手中软圆状的红物, 他瞬间明白过来。 神木请人炼制的储物袋只可以储存灵物和死物, 无法储存活物, 但凡带着点生机的东西, 其一旦进入袋中, 都会紊乱掉储物袋的阵法。 东西小, 则储物袋自身就会将其吐出, 东西大, 则需要到人自行取出, 否则储物袋的口子便会合拢不了。 而取道捏着的红物, 便是因为其个头甚小, 主动就被储物袋抛了出来, 然后才被他发现。 皆此物赤红, 蕴含有生机, 不是红宝石, 又不会动弹, 那多半便是一颗卵了。 取道不假思索的开口说道, 赤链蛇卵, 难怪刚才妖蛇在一头撞死在牙壁上之后, 依然还会主动分化出一丝火焰, 铺向生鲜果。 其并非是心有不甘, 而只是为了抢走粘在生鲜果上的吃链蛇卵。 取道想道, 如此一来, 此物死战不退的原因也有了解是, 一时间, 他又按想道, 要是自己能早点发现生鲜果上的吃链蛇卵, 将其抛给吃链蛇, 然后驱走对方, 或许就不会出现刚才那道青年了。 但许道只是猜对了一部分, 其实生鲜果此物只要一离开原位, 断开和黑山的联系, 其果实内的灵气就会自主汇聚, 最快十几个呼吸, 果实就会释放出一道青色烟气, 以彰显自己的存在和位置。 而火赤恋便是因为知晓这点, 它才只是看护着生鲜果, 没有妄图摘取。 并且其最后之所以会一头撞死在牙壁上, 也是因为知道生鲜果已经不可夺回, 且一向马上就会出现将招来数不清的敌人争夺。 它为了藏在果实上的蛇卵, 不得不冒险以性命相搏, 企图以此来吸引助许道的注意, 然后动用最后一丝力量夺下蛇卵, 防止蛇卵在接下来的争夺中遭受厄运。 但火赤恋终归是没能从许道手中抢回蛇卵, 一条性命白白自我了解罢了。 取道捏着赤恋蛇卵, 语气轻松地说, 游冰, 你的阴兽有了。 可游冰的阴神忽然发出了轻一声, 说, 许道, 你快看。 听见对方的话, 许道抬头, 心神顿时一沉。 只见原本灰扑扑的储物带绽放出灵光, 通体轻盈盈的, 好似变成了巴掌大小的碧玉, 并且光量变大, 直至达到照射一二掌范围的程度。 如此声势, 虽然远不如刚才的轻音浩大, 但持着此物奔走, 也是一眼就会被人发现, 难以隐藏踪迹。 许道眼中露出棘手之色, 说道, 连具备脸膝作用的储物带都压不住生鲜果吗? 游冰见此, 也沉默起来, 此地是黑山深处, 妖鬼众多, 道徒众多, 且个个都不是好招惹的角色。 若是想要保下这颗生鲜果, 两人定要与人争斗上几番。 而眼前许道刚和伙吃恋斗了一场, 法力消耗, 皮肤也折损了不少, 游冰又因为不会鼓术, 其阴神更是只能归缩在皮肤躯体中, 无法御敌。 见许道沉吟着, 游冰为免许道的面子不好受, 主动出声说, 要不, 暂且放下这颗生鲜果。 先去旁边恢复恢复法力, 做山关虎斗。 听见游冰口中的话, 许道瞬间明白对方的考虑, 但他眉头一挑, 呼说且慢。 许道抓着储物带, 再次堵入真气。 但这次他并非是将真气堵入储物带中, 而是堵入袋口绳索上挂着的遗物, 脸膝欲勾。 嗡, 脸膝欲勾轻轻一颤, 一股压力产生, 瞬间照住其周身遗障的范围。 而在遗障开外再看储物带, 其透露出的灵光明显暗淡了许多, 如同蜡烛被照住了一个纸壳, 光亮变暗。 有戏, 取道心中掠喜, 当日夺得储物带时, 他便猜想储物带加上脸膝欲勾, 是否能瞒过柱基道时的神石, 进而可以掩藏住袋中的浮潜。 如今储物带无法彻底压制住生鲜果的异象, 取道正好可以实验一番。 他见有效果, 连忙操作着脸膝欲勾, 将欲勾的效果收缩。 随着欲勾笼罩的范围变小, 储物带的气机被压制得更厉害, 等到仅仅笼罩一尺范围时, 生鲜果的气机彻底被压住了。 取道手中托着储物带和欲勾, 在旁边游冰的眼中, 其两件东西和石块没什么区别。 这事,游冰露出惊讶, 取道倾笑着, 回答, 此欲公事我偶得的一件密宝, 有脸膝作用。 和储物带结合, 作用叠加, 正好可以藏住生鲜果。 听见许道所说, 游冰也惊喜起来, 出生, 那我们速速离去。 但许道却是眉头紧皱起来, 他的阴神抬头, 望向东南方向, 眼睛一时微眯。 呸嘿, 现在还能在黑山中晃荡的道徒, 果然都不是简单货色。 不到二十系的功夫, 便有人寻来了, 游冰听见, 也将注意力散开, 赫然发现不止东南方向, 就连西边也有人在赶来。 取道不等他说话, 当即说, 辛苦到有一番, 先随小谷皮肤返回洞府中, 我稍后变回。 话说完, 许道又匆忙解释道, 预勾要发挥出脸膝作用, 必须要有法力灌注才行, 而皮肤力弱, 无法长时间为之, 只能由人携带, 并且敌人也即将到来。 许道琢磨着与其两个人一起逃窜, 不若兵分两路, 一阵一齐, 这样更有机会瞒过来人, 败走生鲜果。 同时为了能遮蔽住生鲜果的灵气, 脸膝欲勾也只能作用一尺范围, 是照不住庞大的皮肤群的, 只能由许道留在原地, 动用虫群吸引对方。 闻言, 游斌烧症, 但他立刻就反应过来。 游斌又想到自己的阴神只能藏在皮肤体内, 难以与人斗法, 留下来也只会是个累赘, 他还不如听从许道的安排, 速速返回洞府中。 可, 游斌果断回答, 若是情况不对, 还请道友直接返回肉身。 取道听见, 因神府长而笑, 善, 去罢。 他随即松开储物带, 由游斌灌输法力, 接着便对闲着储物带的小谷皮肤下令, 让其听从游斌的指令, 谨慎返回洞府。 游斌最后献出了阴神, 朝着许道攻身一一, 然后就随着小谷皮肤, 扶着牙臂迅速离去。 望着游斌携带着生鲜果离去, 五六息后, 对方便已经在许道的眼中彻底失去踪迹, 这顿时令许道心神彻底一松。 只要他在拖延, 吸引住那些赶来的道徒, 游斌多半就能携带着生鲜果返回洞府中了。 而至于许道自己, 他望着东南方向迅速飞来的身影, 眼神冷彻。 正好借隔离赶来的道徒们好生做过一次, 也好真切地了解一下黑山中厉害道徒们的实力, 这能为之后离开黑山时的混战有个心理准备。 并且只要能拖住这些道徒, 有生鲜果作为保底, 许道的十万皮肤就算全部死光, 也是值得的。 许道见着半空中的那道金光似乎已经发现自己, 静止往他扑来, 其面上一笑, 当即选了被离洞府的方向, 假装着就要离去。 嗡嗡, 皮肤群迅速飞舞, 阵形散乱, 但速度飞快, 眨眼间就飞出十来杖, 并且压低了身形, 企图藏入峡谷中。 可激设而至的金光依旧牢牢捕捉到了皮肤群, 此光落在虫群顶上, 内里传出来呵声。 底下小子, 可在此地看见了形迹可疑之人。 曲道藏身在皮肤中, 他听见顶上之人的呵声, 连忙在虫群中变化出一只手臂, 指着前方叫道, 往那边逃去了。 好了, 金光中的声音回答, 嗡嗡, 其光闪烁, 身子在半空中滴溜溜一打折, 当即就要越过皮肤虫群, 往前方飞去。 但就在对方将要扑出去时, 其诡计却又呼得变化, 猛然落入虫群中。 哈哈哈哈, 好小子, 老夫看你就是那形迹可疑之人。 给俺趴下, 金光靠近, 许道抬眼一瞧, 呼得发现这道金光是指被身双翅的长身无功, 一尺来尝, 通体黄铜色, 飞行间灵光闪闪的, 犹如黄金在发光。 并且对方眼睛狠毒, 居然一眼就在虫群中瞧见了许道的阴神所在, 其扑入虫群中, 便是想擒贼仙擒王, 抓住许道附体的皮肤。 刚才这人之所以要和许道对话, 其意在正式传许道的阴神出生, 方便在虫群中寻出许道葬身的蛊虫。 可许道也是有所防备, 甚至是故意在用阴神和对方说话。 对方在半空中的动作刚变, 许道就酝酿法术, 猛地向上打出。 敢在俺老吴公面前玩虫子, 你还嫩了? 啊, 好贼子, 乌, 渠道的法术激发出去, 压根不用捕捉对方的身形, 对方自个便撞了上来。 五毒路妖术的乌光, 和蟒吞蛇缠尽的气径混作一团, 噼里啪啦就击打在金光之上, 一击就中, 顿时打得对方桃花开。 可这蜈蚣因受金光坚硬, 居然硬抗下了许道的法术, 提表发出击打金刚的声音。 但许道一击得逞, 自然是要得理不饶人, 他连忙招呼上皮肤, 使之疯狂涌上, 消磨对方的护体金光。 哀, 且慢, 且慢, 金光蜈蚣中响起自称老蜈蚣的道徒的叫声, 对方闪躲连连, 口中响起阵阵痛呼。 你这骨虫痒的好声厉害, 快让他们起开起开。 你我同事社照族人, 有话好好说。 口中叫喊着, 老蜈蚣左肢右闪, 但他全身都被皮肤围住, 连视野都蒙蔽了, 先机已经失去, 一时挣脱不了。 至我混元金光刺, 踪搜, 击八道金色蚝光从蜈蚣体内射出, 瞬间洞穿包围, 带走不少皮肤。 但重群太过密集, 老蜈蚣依旧难以趁机逃出。 解在对方的法术激发而出, 但法力尚未回气时, 许道又是一道乌光打出, 猛击在对方身上。 啊, 蜈蚣金光暗淡, 传来那里道徒的痛呼, 年轻人, 你不讲武德, 偷袭我这条69岁的老蜈蚣。 取道文言, 心中顿时已乐, 两人都是修道的, 使得是法术, 讲甚武德。 还有偷袭, 许道思存着他明明是在按着对方的头打, 何来偷袭之说? 但法术第二次击中对方, 蜈蚣体上的金光仍然没有破除, 这令许道心惊, 他连忙运转起法术, 第三次轰击对方。 啊, 垂之老蜈蚣嗷嗷痛叫, 呼道, 小贼欺我。 好自为之, 蜈蚣身上的金光一散, 身子在半空中抽出树下, 突地不动了, 其翅膀一僵, 直往下掉, 还是许道的皮肤拖住了对方。 瞧见动静, 许道心神恶然, 死了, 阴神回归肉身了, 这条插翅蜈蚣身上的妖气浑厚, 内里的道徒阴神也厉害, 灵光可照三四丈, 一看就是练气后期的道徒。 但是其阴兽居然这般不耐打, 三下就被许道将阴兽打死, 不得不阴神返回了。 许道在心中略微低估, 但他依旧没有让皮肤放开对蜈蚣的包围, 而是一个念头落下, 令皮肤直接吞吃起整条蜈蚣。 只是蜈蚣通体黄铜色, 比金刚还坚硬, 能啃十岁铁的皮肤居然咬不穿蜈蚣的甲壳, 只能用牙齿以酸慢慢磨。 而这么一耽搁, 许道和对方斗法的动静也谈不上效, 已经有其他人感到,并注意到了许道。 肖,一声一叫响起, 是禽鸟的叫声, 取道张头一望, 便见一只绿燕森森, 两个人头大的怪鸟飞来, 禽鸟会尖锐, 通体漆黑, 双目惨绿, 像是纸乌鸦。 解身下一只鸟腿上, 还横着长出了第三根额外的鸟族, 畸形而瘦小。 取道瞧着飞来的怪鸟, 吐得感觉怪鸟有点眼熟, 便然后方才响起, 三族鬼火鸭。 某人的姓名突得在他脑中跳出, 第87张火鸭, 法器, 方关海, 取道盯着朝自己飞来的三族鬼火鸭, 脑海中跳出这个人名。 方关海是白骨关中的草头, 幻阳有一只三族鬼火鸭, 胸围练其后期, 是白骨关中数一数二的好手。 此人牙字必报, 性格偏激, 还是方小山的舅舅, 若是被对方认出来, 取道少不了就要和对方做过一场。 心中思索着, 取道最后还感慨式地想到, 终于要和这四打个照面了。 时隔两年之多, 虽然间接地和此人打过交代, 还不小心杀了对方的两个手下, 但取道却只是从他人口中听说过此人, 尚未真正接触。 如今终于接触到对方, 虽然只是对方的身外化身, 但也能一亏对方的虚实。 取道心中定神想着, 他收拢皮肤, 并没有再继续奔走, 而是驻守在原地, 直接等待方关海的到来。 既然已经被对方窥见, 何必再逃, 且看对方如何应对。 顾得, 许道发现并非只有方关海一人赶来, 在那只三族鬼火鸭的身后, 还摇摇坠着其他几只阴兽, 或许是跟随在方关海身边的其他白骨官道徒。 萧, 三族鬼火鸭菲林皮肤群的上空, 压眼冷力地俯视着地下蛊虫。 他直接贺问起, 木纳道徒, 可知生鲜果在哪? 取道听见, 使得虫群翻滚, 长出一张怪魔怪样的人脸, 回答道, 贫道刚致。 一想问问道友, 冷哼声响起, 方关海显然不相信许道所说, 但他操控着三族鬼火鸭盘旋在皮肤群的上空, 并没有直接扑杀进虫群中, 只是隐隐挡住许道的去路。 等到又有四只能够飞行的鹰兽赶来, 其中鸟兽都有, 四人齐齐张口呼道, 见过草头。 听见这话, 许道更加确认眼前的三族鬼火鸭就是方关海的鹰兽, 不过对方还不知道许道就是杀了他亲侄子的人。 方关海冲四个白骨官道徒吩咐道, 是才青烟出现, 此地当有一生鲜果被摘取, 而等快快搜索四方, 以防萧小带走了生鲜果, 速战速决。 渠道趁机观察着对方, 心神微臣, 五个道徒中, 除了方关海之外, 居然还有一个道徒失恋期后期, 对方驾驭着一只蝙蝠, 周身黑烟滚滚, 法力只比方关海逊色一些。 而另外三个道徒, 阴神修为也都是恋期中期。 两个后期, 三个中期, 若是和对方坐过起来, 许道撕存着自己很难逃到好处。 毕竟他虽然有皮肤压阵, 但现在皮肤死伤不少, 还剩八万, 许道自己的修为也才练其中期, 法力同样折损不少。 罢了, 先拖住对方再说, 大不了拼得皮肤死伤完, 然后阴神直接返回肉身中。 金钟稍微计较, 许道控制着皮肤涌动, 直接往上一扑, 令政要散开的道徒心神一紧, 转而戚戚警惕向许道。 不等对方说话, 许道卷着刚才打杀的金光蜈蚣, 提声叫道。 方师兄, 我刚才遇见这只老蜈蚣, 对方往东南方向跑着, 生鲜果可能是往那边去了。 听见这话声, 方官海发出冷声, 是吗? 刚才你不是说你不知道吗? 许道在虫群中献出一道身影, 朝着对方做了一一, 回答。 赤才没认出方师兄, 直到听见曹头二字, 又想起师兄所养的音兽叫三足鬼火鸭, 正如眼前的鸟兽一般模样, 这才确认师兄的身份。 方官海文言, 并未立刻搭理许道, 他抬起鸟会, 望着身旁没有动作的四个道徒, 口中喝道, 你们还愣住干嘛, 刚才的青烟只出现了几夕功夫, 摘取生鲜果的人明显有隐秘手段, 若是再晚, 对方就跑了。 若, 刺客道徒听见, 又要散开, 可许道直接拦住四人, 哭道, 中卫同门, 可要与我往东南方向追去。 滚开, 驾驭蝙蝠音兽的道徒喝叫一声, 呲鸣着吐出一口黑烟, 想要打落挡住他的皮肤。 但许道的皮肤在黑山中生长多时, 吞噬过不少阴邪毒物, 其黑烟虽然剧毒, 但明显不能让皮肤立刻毒死。 嗡嗡, 曲道操控着皮肤, 明目张胆地将四人堵住。 杰, 这十三族鬼火压口中发出冷笑说, 直接说道, 诸位, 看来生鲜果多半便是落到他的手中了, 或许对方还有同伙, 有可能还藏在四周。 速速动手搜寻, 这私有我来对付。 曲道听见, 心中顿时一惊, 他立刻提声说, 师兄何故怀疑我? 我有贼人失守在此, 莫要放跑了对方。 曲道卷着之前打杀的那只金光蜈蚣, 并仰装恼怒, 喝道, 诸位不去我自个去。 话说完, 他当即鼓动虫群, 呜呜地便要往东南方向飞去。 瞧见其动作, 方关海驾驭火压, 身上的法力涌动, 当即要射住虫群, 但皮肤的树木过多, 他阻拦不过来。 曲道轻轻松松地便冲破对方, 大骨皮肤冲身就要奔去。 方关海操控着三足鬼火压, 立笑一声, 不得不冲身旁几人叫道, 拦住这丝。 道道狂风刮过, 许道与其在半空中周旋片刻, 终归是被五人堵住了。 一被拦下, 许道又是气急地叫出声, 而等不追, 贫道追, 但为何来挡贫道的路? 听见许道的质问, 方关海一行人反倒是惊已起来, 五人对视极眼, 心中暗自怀疑摘取了生鲜果的人 是否真的往东南方向逃去。 不过他们人数众多, 方关海稍微思索, 便说道, 也罢, 而等三人继续在此搜寻, 佩服于我随着人往东南方向打探打探消息。 解信你一次, 快快带路, 方关海从许道喝道, 而许道看见自己勉强唬住了对方, 令其将人手一分为二, 他心中琢磨着是不是要见好就收。 距离游兵离开已有百来西的功夫, 只有三个中期的道徒在附近搜索, 多半是寻不见游兵踪迹的。 资存片刻, 许道心中钝定, 打算先领着方关海和那蝙蝠道徒离开。 毕竟这两人都是后期的道徒, 脸西域公或许可以瞒过三个中期道徒的搜寻, 但却不一定可以瞒过后期, 并且许道眼下也只能糊弄到这个程度。 诸位且随我来, 渠道露出惊喜之色, 提升教道, 若是抢到生鲜果, 可得好好分润分润。 听见话声, 方关海压着心中的冷意, 只是喝到锅灶。 若是寻到生鲜果, 方某必定不会亏待你。 但正等三人要朝东南方向奔去时, 渠道控制的虫群中突地闪烁一道金光, 一雾猛地从中跳出来, 直接扑向三足鬼火压。 金光的速度迅急, 令现场几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方关海见此, 也只是心神一阵, 姑且来得及控制火压提叫一声, 周身绿火焚烧, 准备抵抗。 但不等方关海反应过来, 那金光中突地传出气急的叫声。 方道有, 莫要被这小贼骗了, 原来这金光正是被许道擒在虫群之中的金光蜈蜈, 他并没有被许道直接打死, 而是装死来着。 在许道与方关海周旋时, 老蜈蜈一直都在装死偷听, 他原本是期待着许道, 方关海能够火并起来, 令他躺着就能坐收羽翁之力。 但谁知许道也留了心眼, 一直下令让皮肤吞吃掉金光蜈蜈。 即便老蜈蜈将阴瘦的甲壳培养得极为坚固, 胜过金刚, 令许道的皮肤一时难以啃开。 但在千百只皮肤不间断地研磨下来, 老蜈蜈又在装死, 不能做出反抗, 其阴瘦的甲壳也快要熬不住, 即将破开。 又逢老蜈蜈听见方关海要被许道骗住, 他忍耐不住, 便借着这个许道可能松懈的时机, 直接鼓动法力, 自虫群中突围而出。 金光蜈蜈跳出虫群, 其体表比起先前更要暗戴许多, 甚至还附着几只皮肤。 他张口又呼, 方道有, 暗示老蜈, 好久不见。 方关海见金光之物没有杀向自己, 反而说话, 也是威正。 他看着蜈蚣形状的阴瘦, 以及蜈蚣体表有些眼熟的金光, 语气惊疑地说, 可是射照的无道友。 正是, 金光蜈蜈显露法力, 盲说, 俺便是桥剑青烟, 自东南方向来的, 在这里第一眼桥剑的就是这个小贼。 小贼先是偷袭俺, 现在又拿俺来框道有, 要骗到有往东南奔去。 生鲜果肯定就是他拿了, 一通话噼里啪啦地从老蜈蚣口中吐出, 语速极快, 若非现场众人都是炼气级别的道徒, 五感大开, 指定都听不清对方说了什么。 方关海和另外四个白骨关道徒听完, 手上动作都停住, 将注意力转向许道。 而在老蜈蚣从虫裙中逃出的那一刹那, 许道虽然也是惊恶, 惊讶于老蜈蚣的装死手段。 但他立马就凝聚起皮肤, 同时运转法力, 先是给自己附体的皮肤照上护体法术, 然后又是凝聚出污光和气静, 引而不发。 瞧见众人望向自己, 许道操控虫裙往西边一指, 叫道生鲜果。 此话方关海等人自然是不会相信, 但他们一瞧见虫裙中的动作, 立刻意识到许道是要施展出法术。 老蜈蚣更是尖叫一声, 此人擅长偷袭, 绞心, 此话让他身旁的四个道图景名大作, 个个赶紧地回防自己, 准备躲过许道的一击。 而方关海也是周身鬼火绿油油的, 罩住了三足鬼火鸭上下四方, 他口中喝道, 锅灶。 火鸭张开鸟会, 含着一颗弹丸般的小火球, 当即就往虫裙中吐出。 这思维免许道趁机逃走, 居然准备硬抗下许道的偷袭, 空、乌光混杂气静, 和三足鬼火鸭吐出的火丸碰撞在一块, 顿时响起真耳欲聋的声响。 季狼翻滚, 皮肤群陡然被震得散开, 并有绿火浮空燃烧着, 点燃了近万只皮肤, 形成火云一般的场景。 方关海仅此一击, 便折损掉许道万只皮肤, 并且还差点震碎许道的护体法术, 斩杀他附体的皮肤。 这令许道心中悍然, 练气后期的道徒有这般威力, 又或者是这三足鬼火鸭的威力, 而方关海那边也是威精, 许道打出的两道法术混为一体, 其中有两道气静诡异, 居然绕过了他打出的火丸, 轰上了三足鬼火鸭, 并差点击穿火鸭护体的鬼火。 好在这司法力薄弱, 如果此人失恋气后期的修为, 可就难办了。 简短一番斗法, 方关海从许道身上的契机判断出了许道的修为, 同时他也在心中纳闷, 关中何时出现了这么一个道徒, 还养出一批怪异蛊虫。 不等方关海再出手, 许道当即聚拢了残存的七万皮肤, 虫群一滚, 就要离去。 虽然许道心里做出了可能将皮肤折损光的准备, 但他私损着还是能保留便保留。 并且他也不用和对方硬抗, 先逃着,多拖延一点时间, 游兵便能多几分可能带走生鲜果。 嗡嗡, 皮肤四散, 混杂一团, 自八方奔出, 一时间, 方关海压根分辨不出许道阴神奔向何方, 他只得力叫, 数子安走。 挡住他, 旁边的老蜈蚣和四个道徒先是震撼于两人刚才的交手, 拜听见方关海的命令, 其中四个道徒当即选了一股皮肤, 跳过去阻挡。 而老蜈蚣擅长古术, 他却是眼睛滴溜溜的照相皮肤群, 居然眼尖的分辨出了许道的阴神往何方奔去。 贼在西北方, 扇, 方关海文言, 操控着火压, 当即飞窜过去, 盘旋在虫群上空, 打落下多多绿燕, 居然形成了凌空燃烧的火环, 照住许道。 进退几乎无路, 饶视许道沉着, 心神也是沈下。 好在皮肤上存七万余, 其余方向的皮肤立刻在许道的命令下, 拼死扑向最近的敌人, 意图唯唯就照。 贼子, 剑场又响起老蜈蚣和另外几个道徒的咒骂声。 方关海正准备彻底擒下许道, 他听见同伴的呼声, 居然不急不怒, 反而发出了冷笑声。 宝贝献身, 三足鬼火压阳井尖笑, 响起方关海的声音, 其鸟会张开, 吐得吐出了遗物。 此物初始小, 巴掌大小, 迎风而长, 变作人大的不翻状, 上面缠绕黑纹, 脱视诡异。 一声尖利喝声, 是, 朱迪, 番子顿时打落道道绿燕, 居然刹那间再度变大, 拉长十丈, 十几丈, 垂落四方, 一时将许道所有的皮肤压在其中, 并传来一道收射之力。 第八十八章脱身离去, 法器, 取道瞧见三足鬼火压口中突出的东西, 心神当即震动。 他立刻感觉周遭所有皮肤都遭受到了禁锢, 似乎下一刻就都要被方关海的番子收入其中镇压。 这时现场响起方关海的话声, 狂妄小儿, 你这蛊虫, 正合适坐五鸟时。 踪踪踪, 一只只皮肤果真不断地被射入诡异番子中, 沦为了番面上的一道图案。 草头威武, 道友威武, 一旁的四个道徒和老蜈蚣瞧见眼前一幕, 纷纷摇起呐喊, 吹捧方关海。 其中老蜈蚣还立声叫道, 道友不要放过这丝阴神了, 且先擒祝他, 再好声拷问。 方关海闻言, 口中似笑非笑的吐声, 路无为账, 阴神又岂能离去。 听见对方这话, 从群中的许道暗道不好, 他连忙试探四周, 突得发现自己居然是上天入地都没了门路。 方关海使出的法器将他团团围住, 便出一方大大的囚笼, 形如阵法, 严密且没有空隙。 如此一来, 即便许道的阴神能以光速返回肉身, 但四周被禁锢着, 他阴神的速度再快, 也只会一头撞入对方的法器中, 沦为对方的阶下囚。 到时候, 方关海擒住了许道的阴神, 可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一时间, 许道心中也威怂, 没想到方关海这丝居然还有如此厉害的法器, 可以笼罩八方, 让人的阴神都无法返回。 许道在心中又暗想到, 若是他有这等法器, 之前和叶插门的道徒做过时, 就不会只是做掉对方的虎妖阴兽, 而做不掉对方的阴神了。 不过现在是许道成为了他人的龙中鸟, 他需得赶紧为自己寻出一条生路。 话虽如此, 但许道也并未绝望, 阴神能大能小, 能升能隐, 大则驱风操物, 小则隐戒藏行, 生则飞腾半空, 隐则化作青烟。 只要他能够将方关海的法器凿出洞来, 哪怕只是渺小一指头大的孔洞, 其阴神都能瞬间就逃出去。 而那方关海为了能够碾压许道, 岂可是将七万多皮肤全数禁锢在了法器之内。 有如此多的皮肤在, 许道心中立刻生出了可行之计。 这思音受强悍, 法器诡异, 还是先退却再说, 性命要紧。 他在心间暗自想到, 并且许道之所以要和对方纠缠, 也只是为了给游兵争取离开的时间。 此时距离游兵离开已经许久, 并且眼下又出现了此等斗法的状况, 即便四周还有其他道徒, 这些人的注意力也都已经被许道和方关海吸引。 综上所述, 许道目的已经达成, 是时候功成身退了。 当即, 他心中一个念头落下, 附体的皮肤触角颤动, 传出一种圣人的沙沙声, 其腰气沸腾, 向四周所有的皮肤传出命令。 嗡嗡, 原本被法器压制住的皮肤裙, 再次开始涌动起来。 方关海察觉到虫裙的异动, 口中露出不屑的笑声, 垂死挣扎。 即将法力移运转, 附体的三足鬼火压再次打落下绿燕鬼火, 落入虫裙中, 意图烧死皮肤, 打散虫裙, 令许道的动作失败。 但另几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 啪啪啪, 一声一声爆裂的声音响起, 皮肤重裙遭受到绿燕的打杀, 不仅没有被打散, 反而还疯狂地涌上绿燕鬼火, 意图用自己的身体扑灭。 同时有一只只皮肤在半空自行炸开, 一边炸开法器的禁锢, 一边将乙酸抛洒四周, 腐蚀法器。 乍世间, 方关海的脸色微变, 他抖得感到法力的消耗急剧增加。 等到他反应过来时, 许道的七万多皮肤已经自行凋零过半, 其尸首散落在半空中, 酸雨一般掉下。 而剩下的皮肤则是聚拢了一团, 形成了密密麻麻的以求, 凿子一般凿向方关海的法器。 原来是许道心中退役一声, 他就直接命令所有的皮肤玉碎, 自爆式的轰向方关海的法器。 而一两万皮肤就可以为杀炼器后期的妖物, 此时在七八万皮肤的自爆击打之下, 方关海对法器的操控瞬间失控。 毕竟此人手段在过厉害, 但也仍旧只是练器后期的道徒, 其非助击修饰, 厉害的程度有限。 不多时, 皮肤便在方关海的法器上咬出一道口子。 原本完整的法器翻面, 先是出现数个玩大的漏洞, 后又变作人头大小, 重铸一般。 贼子, 方关海瞧见, 他瞬间大怒, 连忙提起法力, 令附体的火压张口含出一颗火丸, 往皮肤虫裙要钻出的方向打去。 空, 一声震动, 皮肤裙被炸死, 打死数不清的树木, 但依旧汉不畏死地从法器中钻出, 然后静止扑向三足鬼火压。 嗡嗡嗡, 杀, 诡异的虫银声大作, 眼前的状况让另外几个道徒的神色都发生了变化, 他们顿时心中惊恶。 明明击人看起来稳操胜券的局面, 居然几息不到的功夫便翻车了。 特别是老蜈蚣, 他望着赴死自暴的皮肤门, 心中暗想到, 若是小贼刚才用这招对付俺, 俺辛辛苦苦养成的老蜈蚣, 可真就要假死变成真死了。 他心中暗自庆幸着, 又看见虫群冲进方关海的身侧, 开始爬上三足鬼火压的身子。 原本神采奕奕的火压, 瞬间被皮肤爬满, 全身都是蛊虫, 显得狼狈且暴躁。 本道要杀了你, 火压开口, 叫出方关海气急败坏的声音, 三足鬼火压急促地挥动翅膀, 其头顶上惨绿无比, 鬼火在顶上结成了三肩灌带式的形状, 垂下绿色丝带, 意图照住火压犬身。 但许道此时已经下令, 他让所有的皮肤一起自暴开来, 此也要再给方关海咬上一口好的。 皮肤自暴, 乙酸四溅, 消, 三足鬼火压物字提叫着, 发出呼声, 不知是火压自己在惨叫, 还是方关海在叫。 整指压子好似淋在了大雨中, 身上的鬼火都被皮肤们扑灭许多, 瞬间成了落汤鸡一般的存在。 而此时, 现场响起许道清爽的话声, 诸位道友, 后会有期。 幽光阴闪, 许道的气机彻底消失在原地, 再无丝毫, 应是阴神返回肉身了。 贼子, 见场只剩下暴躁如雷的方关海, 以及看待了的老蜈蚣等人。 孤得, 老蜈蚣注意到, 方关海本来生有三足的火压, 其脚下第三足血淋淋的, 皮都被剥了。 第八十九章, 练化生鲜果。 苏, 取道瞬间感觉身子一沉, 好似踢上了重甲, 但随之的, 一股浓浓的安全感便从他心底里生出。 这便是他的阴神返回肉身, 灵肉归矣了。 共府中, 许道悠悠地睁开眼睛, 目中闪过沉思。 刚才与方关海的一番做法, 称得上是有惊又险, 算是他修道以来, 第二次真正的濒临危机。 若是他刚才无法从方关海的法器中逃出, 其阴神便有可能栽倒在外, 连性命也可能会因此丢掉。 自存着, 许道暗暗吐出一口气, 道徒练出阴神后, 阴神返回肉身的速度和光电一般无二, 人以为有身外化身作为载体, 阴神出游因是无忧, 但现在看来也不尽然。 方关海那斯居然能用法器照住四方, 形成封堵, 使得他人的阴神难以返回肉身。 如此手段, 顿时让许道意识到即便是驾驭身外化身外出, 其性命也并非全有保证, 而是依旧存在着的风险。 不过相比于肉身清零, 用身外化身作为载体出游, 风险还是要小许多。 毕竟许道刚才就是以抛弃皮肤群为代价, 不仅给自己找出了一条生物, 还趁机反咬方关海一口, 留给对方一个不浅的印象。 如果是肉身清零, 他可就不敢如此了。 微微心惊于方关海的手段, 许道细细思索着, 不多时也就回过了神。 因为他意识到除了采用法器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办法, 同样能捕捉或是坑杀到人的阴神。 比如对付练器前期, 夜游境界的道徒。 若是对方敢在白日间驾驭阴寿出游, 只需在太阳底下杀掉对方的阴寿, 便能让对方的阴神落入日光中, 承受日光的焚烧。 而夜游境道徒的阴神纯阴一团, 其会似滴入热油锅中的水滴一般, 剧痛升起, 连返回肉身的动作都难以做出, 并且日光源源不断的, 道徒阴神就会被活活烤死。 一如许道当初采用煞气, 已不小心打杀了两个道徒的阴神那般。 至于对付练器中期及之后的道徒, 就可采用法器、正法, 或临时, 或提前, 或强势, 或诱导, 使得对方的阴神身陷困境, 后路断绝掉。 总而言之, 道徒的阴神虽然变化多端, 来去无踪, 但也并非没有手段可以捕捉。 一番思索下来, 许道后被微凉, 这点之前不是没有考虑过, 但炼器境界的道徒, 各自的修为虽有差距, 却也没有达到天差地别的程度, 少听说会有人阴神惨死在外面的。 即便是炼器后期打杀炼器前期, 想要杀掉对方, 多数也得搜寻到对方的肉身, 然后才算彻底解决。 思考下来, 许道将注意利落在方官海所运用的法器上面。 法器者, 是道人采用灵器, 福钱, 天才地宝种种炼制而成的器物, 有奇效, 会道术, 能辅助道人杀敌, 炼功, 寻宝, 炼丹, 故阵。 种种不一而足, 其等级大体有三等之分, 分别是上等法器, 中等法器, 下等法器。 但除此之外, 也还有一末等法器的划分, 其处于三等法器之下, 只能算作是法器胚子, 粗陋胚胎而已。 其原因是因为正式的法器难得, 往往炼制一件便需要花费几年, 甚至是几十年的功夫。 其中参悟法门, 寻找材料, 积攒福钱等等, 又需要几年, 十几年。 大体上也只有注鸡境界的道士, 才会有充足的功夫和财物, 去置办一件正式的法器。 而炼器境界的道徒们, 虽然也能勉强使用, 或炼制一些有奇效的器物, 算作是法器, 但都粗陋至极, 甚至只相当于一件可以反复使用的符咒罢了。 因此这等器物虽然也叫法器, 但不入流, 属于是墨等法器。 譬如许道的储物带, 沈墓这四网其中砸了三千伏钱, 也才勉强砸出个脸膝的效果, 就连生鲜果的契机都遮蔽不住, 其内里空间更是只有半丈上下, 远没有传闻中的法器那般威能赫赫。 取道此前所谈论的法器, 也都是这等不入流的法器, 莫等法器。 哭得, 他微眠眼睛, 在心中暗暗想到, 莫非, 方官海的那面藩子, 已经是接近正式法器, 甚至就是下等法器了。 仔细一想, 他记起来莫文之前似乎有谈论过, 方官海这丝之所以抽不出身来对付许道, 便是因为此人正在闭关练宝。 而其所练之宝, 有可能便是那面藩子。 琢磨着方官海的藩子, 许道府摸上身旁的剑侠, 其心中不经意地生出了几丝寂觎之情。 如此厉害的藩子, 或许会和他许某人有缘。 那藩子似乎能将活物收射入其中, 正好可以用来装装皮肤大军, 心间一时遐想许多。 许道终究是按纳柱的念头, 他转而澄清心神, 在洞府中开始吞吐灵气, 炼化浮潜, 以求迅速地恢复法力。 前后在洞府外与火吃炼, 老蜈公, 方官海三者坐过一次, 许道体内的法力早已经消耗殆尽。 他需得赶紧地恢复, 否则对阴神有害, 亏空魂魄, 会折损修为。 威和眼帘, 许道瞬间沉浸在修行之中。 不知多少时间过去, 约莫大半时辰, 许道秃得眼帘微颤, 然后睁开了眼睛。 只见在他的身前, 正有一只皮肤旋转坐捂着, 提示洞府外面将有人到来。 瞧见着提示, 许道不禁反喜, 脸上露出微笑。 此即将来临之人不是其他, 正是游斌, 因为许道纯粹以 因神之躯返回的缘故, 其虽然携带不了任何遗物, 但速度飞快, 犹如光电。 他虽然是比游斌晚离开的峡谷, 但却是提前很多时间回到的洞府。 心中念头围动, 许道并未起身前去迎接。 他将眼帘微合, 转而继续端坐在洞府中, 收敛着契机, 疏忽就将阴神顿出了肉身, 然后随机钻入一只皮肤体内。 驾驭皮肤, 其趴在洞府一不起眼的角落, 静静地旁观起来。 嗡, 正法触动, 但并非欲敌地触动, 一小股气息低微极不可见的皮肤, 慢腾腾地飞入了洞府中。 洞中的皮肤们各自忙活各自地, 来来往往, 好个匆忙的模样, 并未对飞入洞府中的皮肤有何表示。 在这股返回洞府的皮肤中, 有一巴掌大小的布袋子被咸着, 正是装有生鲜果的储物袋。 嗡, 其中一只皮肤重生微颤, 由冰肉身的呼吸当即变得急促, 它猛地睁开眼睛, 赫然是阴神已经回归肉体。 第九十章皮肤克怀, 话说许道虽然信任游冰, 连白骨观影地中发生的事情也一五一十地告诉过游冰。 但生鲜果一物宝贵, 他不得不在心中存一个心眼。 现在他的肉身就在洞府之中, 若是游冰起了歹意, 只削打杀掉许道的肉身, 他就可以将生鲜果据为己有。 按理说, 依照许道对游冰的了解, 对方绝不会这样做。 但毕竟知人知面难知心, 面对生鲜果这等宝物, 许道也不敢保证自己的判断就一定准确。 现在正好能借机检验一下游冰, 好生趴在角落里面, 他平定心神, 收敛气息, 只当自己还没有返回洞府, 悠悠地注视着洞府中的一幕。 另一边, 游冰陡然睁开眼睛, 他的两眼重新出现神采, 思绪迅速恢复。 紧来的第一个动作, 游冰就是转头顾看身旁的许道。 他发现许道的肉身依旧僵坐着, 头颅低垂, 立刻判断出许道的阴神还没有返回肉身。 游冰的眉头顿时皱起, 也不知是在琢磨什么。 嗡, 随即游冰手指一张, 储物袋立刻就跳入了他的手中。 轻轻打开储物袋的口子, 袋中一颗金银银的果实被吐出, 悬浮在他的面前。 此果实赫然就是生鲜果, 距离摘下生鲜果已经过去快一个时辰, 果实依旧灵机满满, 生机勃勃, 和之前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果实顶上的青烟不再喷涌射出, 而是环绕在果实的周身, 好似匹炼一般, 又好似枷锁, 将果实烤住了, 使其灵机深沉, 无法一散出一丝一毫。 仔细端详着生鲜果现在的这幅模样, 游冰眼中并没有露出差异之色, 他显然早就发现了生鲜果的变化。 也正是因为摘下半个时辰之后, 生鲜果的意向不再显露, 游冰的后半路程方才可以专心地赶路, 因此一个时辰左右就回到了洞府中。 藏在一旁窥视的许道不清楚眼前一幕, 但他诧异地望着生鲜果, 心中略微一丝, 哭得对游冰信任感大增。 若是生鲜果在半路上就已经不再引人注意, 游冰想要独吞果实的话, 其完全可以先将生鲜果藏在某个地方, 再用阴神直接返回肉身。 这样一来, 游冰就可以提前很多时间回到洞府, 以防止意外发生。 但游冰并没有这样做, 而是如约的, 老老实实携带着储物袋和生鲜果返回, 多半是并没有生出贪欲。 果不其然, 游冰打开口子检查一下生鲜果, 便又将其扔回了储物袋中, 转而捏着储物袋旁边的一颗红丸。 红丸通体朱砂蛇, 晶莹剔透, 但内里蕴含生机, 透过灯光观察内里, 还能看到一条小小的身影在红丸中盘旋。 此物正是火赤链的蛇卵, 其和储物袋一起, 也被皮肤带回了洞府。 捏着赤链蛇卵, 游冰清亮的眼睛中闪过一丝柔意, 但他望着身边依旧没有动静的许道肉身, 眉头又再度皱起来。 这时许道已经知晓游冰为何皱起眉头, 此女多半是在担心她的安危。 心中微暖, 许道立刻就想移动阴神, 返回肉体中宽慰游冰。 但他还是按捺住, 继续趴在洞府的角落, 一边在心中组织着语言, 一边等待着时间。 要是现在就回归肉身, 立刻醒过来, 一事太过巧合了, 游冰同样是聪慧之人, 他有可能会猜测到许道在试探他, 这样有爱与两人的关系。 二则是许道的好声琢磨一下, 想想说辞, 补上返回洞府之后的空白经历, 以免游冰起疑。 一两刻钟过去, 游冰待在洞府中, 他盘坐在地上, 雷头贫簇着, 面上隐隐出现焦虑。 终于, 当游冰再次起身, 在洞府中夺步走来走去时, 许道见对方都快要急死了, 他心中念头一落, 当即阴神一闪, 朝肉身扑去。 下一刻, 许道肉身的眼帘就微颤, 他装模作样地放空眼睛, 然后才凝聚目光, 将头抬起。 许道, 一声呼喊响起, 一道身影立刻就扑到许道的身前。 对方没有直接扑入他的怀中, 而是双手撑在石坛上, 抬着面孔, 目光紧紧地盯着许道。 由冰神色动容, 嘴唇张开, 脸上明显是一副惊喜之色。 他如捏树下, 惊喜之鱼又眸子一沉, 询问道, 可是发生了什么? 许道做着一副凝重又心悸的表情, 听见由冰的担心之言后, 他便呼出一口气, 转而笑着说, 道有可是在担心我。 见许道调笑, 由冰的眉头略斩, 他口中乐乐, 正要开口说话, 一只手却被许道抓过, 身子也被扯过去, 一下子浮在了许道的身上。 你, 由冰惊呼一声, 又要开口说话, 但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许道惊喜于由冰既没有想要害他, 也没有想要私吞生鲜果, 其心中对由冰的信任感大增。 他的情绪少见得波动起来, 直接抱着对方, 好生柔情了一番。 柔情完之后, 许道便酒真一假的, 将由冰离去后发生的事情讲述给对方听。 一听见许道的蛊虫拳被人用法器射住, 差点连阴神都无法返回, 由冰脸上的神色终于绷不住, 明显地露出忧虑之色, 并浮现出自责。 道友辛苦, 若是我能帮上忙, 你也就不用遇见这种危险。 听见这话, 许道宽慰地说, 非也, 此行性好有你在, 否则频道可就要陪了果实又折兵。 他抓过储物袋, 从袋子中取出生鲜果, 打亮着, 目中惊喜说, 十万皮肤虽然难得, 但还是生鲜果更贵重一些。 望着灵机满满的生鲜果, 游冰脸上的忧虑也渐渐消去, 露出笑容。 他说, 得到此物, 等到有需要助击时, 便可直接利用此物助击了。 听见这话, 许道眉头微挑, 但他出声道, 助击, 你我现在才练其中前期, 怕是海藻。 露出丝存之色, 许道突出化声, 与我之见, 你我还是直接炼化此物要好。 游冰文言正著, 但许道紧接着就细细解释起来, 他也就明白过来, 并露出赞同之色。 虽说生鲜果此物最大的作用, 便是能够在阴神内种下灵根, 辅助道人助击。 但的确如许道所说, 他和游冰的修为尚且低微, 远远达不到助击的地步。 去知想要助击, 道人首先得炼气境界圆满, 也就是至少要拥有50年的道衡。 只有如此, 道徒的法力才足够修炼法体, 种出灵根。 而即便是许道自己, 其道衡也才11年, 刚入炼气中期不久, 距离中期圆满, 25年的道衡, 还差14年。 距离后期圆满, 50年的道衡, 还差整整39年。 其间之差距, 不可谓不大, 如果留着生鲜果, 两人先是近来利用不上, 后是离开黑山时得再争斗一番, 要是一不小心丢失, 被抢走, 可就亏大发了。 所以在许道眼里, 现在得到了一颗生鲜果, 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立刻吸收炼化掉, 虽然无法用于助击, 但这样双方都能受益, 也更公平一些。 甚至要是法力大增, 实力增强, 等两人要离开黑山时, 或许还机会再抢得一生鲜果。 商量完毕, 游斌当即就冲许道点头, 道有所言正是, 我听你的。 善, 取道见游斌如此支持, 顿时辅长轻笑。 他望着两人身前的生鲜果, 眼中顿时跃跃欲试, 不过他们刚回到洞府, 状态都不佳, 也不急着立刻开始炼化。 最好还是等法力彻底恢复, 再看能不能将生鲜果抠开, 制成单丸要归等物, 这样更加妥善一些。 顾得, 许道瞥见了储物带旁边放着的赤链蛇卵。 赤才游斌把玩了一下此物, 他又将蛇卵放下了, 并未直接抓在手里, 或是收入袖中。 取道当即捏起赤红色的蛇卵, 然后拉过游斌的小手, 将蛇卵放在对方的手中。 他附在游斌的耳边, 小声地说道, 当日娶你一红丸, 如今频道在还你一红丸, 可否, 听着许道的话声, 游斌感到耳根自处热热的, 痒痒的。 他的脸颊上瞬间有羞涩爬起, 云霞般飞红, 连带着耳根脖颈处也微微红。 哈哈哈哈, 小剑女冠如此羞涩的模样, 许道一时轻笑起来, 心中的些许郁闷顿消。 哭得, 游斌着精致的小脸, 他低着针手, 却是柔柔地吐出了一字, 可文言, 许道微正, 但立刻的, 他脸上就是大喜, 连忙将方关海等人的失情彻底抛之脑后, 一把抱过俏人的女冠。 接下来的时日, 娶到何游斌在此安生地待在洞府中闭关, 并想方设法地炼化生鲜果。 之所以说是想方设法, 是因为环绕在生鲜果外面的清烟, 果真像是枷锁一般, 禁锢了果实内里的灵气。 清烟不仅保护着果实, 让果实的灵气不会易散, 同样也让许道两人难以下手。 别说是用刀直接抠开果实, 炼制成丹药, 就算是由兵用上炼丹的法门, 果法或水法洗炼果实, 也是无法动摇清烟分毫。 甚至许道都尝试着用法术直接轰击生鲜果, 也是照样无法解开清烟的枷锁。 这令两人的炼化进度还未真正开始, 便一下子卡住了。 同时许道和游兵也意识到, 为何他们在关中, 从未听说有人能直接在黑山中注击, 或是糟蹋掉生鲜果。 并非无人去做, 而是无法为之罢了。 许道估摸着, 有可能生鲜果上面的清烟, 只有注击境界的道士才有办法解开。 这样一来, 凡是得到生鲜果的道徒, 也不得不将果实拿出, 向门中的道士求援。 在许道撕损时, 游兵正采用水火焦急的方法, 以求能磨损掉生鲜果上的清烟, 但终究还是毫无寸功。 为之奈何, 他只得停下动作, 皱眉望向许道, 取道文言, 再度端详起果实的清烟, 此清烟缠绕着生鲜果, 在遭受外力触动之后, 会迅速地遍布果实全身, 并隐隐浮现出一颗怪异蜘蛛的虚影。 此虚影在许道看来, 和他进入黑山时看见的怀目妖术类似。 怀者, 木鬼, 鬼木, 此果阳刚, 是否需要从鬼气, 阴气方面着手, 绞尽脑汁地思索着, 但他也和游兵一般毫无寸进。 惊叹一口气, 许道顿觉脑袋都思索得发昏, 他不得不中断思考, 选择放空头脑, 让大脑暂时得到休息。 两人相顾无言, 心神东发尘, 莫非只能带着此果出去, 求观中的道士出手。 他们已经尝试一整日的功夫, 而还有不到七天时间, 就是离开黑山的日子。 若是将时间全部耗在生鲜果上, 对两人有害而无益。 但坐守着宝物却不练化, 也令两人担心不了。 取道的心神因此略烦躁, 他从十坛上起身, 在洞府中夺步散心起来。 一旁的游冰桥剑, 也微微一叹, 转而自顾自地盘膝坐着, 闭眼恢复刚才消耗的法力。 孤得, 许道望着洞府中的一小古链气急皮肤, 眉毛未挑。 这古链气急皮肤是近日新生的, 都成长到了极限, 无法再继续吞食灵物长大。 因此他们开始分泌血蜜, 用之为养南科皮肤蚁王。 而蚁王则是懒散散地趴在洞府中, 快活不断地吞吃着血蜜, 以增长自己的妖气。 蚁王的灵智乃是许道的一个念头画出的, 他的一举一动都能被许道洞察。 取道心中一动, 皮肤采集血肉, 灵木酿制成血蜜, 此法类似于炼丹了, 且让他们再尝试尝试, 看能否将生鲜果炼化。 纪念一动, 他就令所有新长城的炼气皮肤聚拢至生鲜果, 大肆动作起来, 让其都以生鲜果为零食, 行吞吃之法。 若是此前, 许道或许还担心皮肤会毁坏生鲜果, 但眼下遇见困境, 他也就丝毫不在意这点。 只要皮肤群能磨开生鲜果, 即便果实的灵力折损大半, 也是值得的。 可令许道惊恶的一幕出现了, 南科皮肤一凑到生鲜果跟前, 咬住果实外的清烟, 其就好似啃食树叶一般, 咔嚓咔嚓的声音不断。 以赴而上, 紧紧百余纸皮肤, 遍布上果实后, 生鲜果的清烟就肉眼可见的崩化起来。 嗡嗡, 清烟显现而出的槐树虚影, 也为之暗淡了许多。 见此一幕, 许道脑中回想着南科太守传, 大淮安果, 皮肤和大树等典故。 他心中跳出念头, 皮肤刻槐木吗?